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來代班的主持人 我播到都會有點不好意思啊 就想說是不是還在睡覺很緊張 然後剛剛大概9點半的時候 我接連接到大家起床了的訊息 就起床 怎麼了嗎 反正什麼事 欸你是不是要找我代班 喔對 但好像也來不及了 就不用了 所以今天就是由胖小子跟WAHO上陣 來這一個小時的生活同樂會代班 沒錯 大家也可以同步的打開YouTube 來看我們飛碟聯播網的直播 對 那今天呢 我們的元氣同樂會啊 邀請到了《康劍雜誌》的記者 陳衛誠記者 我們來到現場要跟大家聊斷食法 也歡迎衛誠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你啊 陪伴我們 OK OK 沒問題 我剛剛出去跟他說 欸我有這個榮幸跟你聊一個天嗎 沒問題 我們今天就用聊天的方式 然後來聊《康劍雜誌》這一次的Cover Story 叫做間歇性斷食完勝手冊 我覺得還滿適合我的 好 你先說一下你自己的經驗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要來聊斷食嘛 因為像前一陣子很流行就是168斷食 那就是所謂的16小時空腹 8小時進食 那因為剛開始就會覺得說16小時 你要怎麼樣去算中間的8小時 是一件有點困難的事情 像我先舉例我來說好了 我早上7點的節目 我早上7點就到公司 那我如果從早上7點開始算168斷食的話 我3點就不能吃了 好漫長喔 對 所以人家說 人家很多人說168斷食就是不吃早餐 然後吃午餐跟晚餐 可是我時間就比較特別 我又不可能不吃晚餐我3點就不吃了 那這樣子就會變成一個很尷尬的時段 對 所以對我來說168斷食 也是實施的滿辛苦的 有一個說法好像是把你早餐的時間往後挪 對 就是有的人是不吃早餐 有的人是不吃晚餐 到底這個時間中間要怎麼吃 其實好像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然後現在請教一下未成 到底在168在科學和醫學上面 有沒有一些根據 你有去採訪過 有喔 因為其實168這個在西方 在歐 在歐美 歐美就比較多嘛 對 他們都說其實 這個168斷食不僅是那裡減肥 減肥只是它的附加效果而已 減肥是附加的 對 只是附加效果而已 對 它只是附加 其實它主要的用意是讓你的胰島素 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喔 對 因為胰島素 因為我們人一生胰島素 它分泌是有它的上限的 對 那如果說你分泌一次分泌太多 那就是 等於說我們好像吃 我們吃很多甜點嘛 但血糖太高 那我們胰島素一定要出動 把血糖維持到一個恆定的地方 對 那如果說你這胰島素 一直不斷的給它分泌這麼多 那到最後胰島素不夠 它不夠分泌了 你吃在座的甜食 它也沒有辦法幫你壓下來 對 就變糖尿病了 喔 原來如此 對 所以說它就透過空腹的概念 讓你的胰島素維持說 欸 你就要慢慢分泌就好 你不要一次飆這麼高 對 對 對 所以說它主要是拿來就是說 欸 你可以維持你的血糖的穩定度這樣子 那因為你空腹嘛 那空腹就是你的肌肉量消耗 所以會達到 所以順便會達到減肥的效果 那我想說一下 168為什麼是抓16小時跟8小時 對啊 這個比例是怎麼算的 因為有研究說 其實你從16個小時開始之後 身體就會開始進入燃脂的動作 16個小時 欸 12 16 16個小時 對 就可以進入燃脂 那其實身體有兩種能量利用的機制 一種就是消耗糖類 就是我們吃澱粉啊 吃那些東西進去消耗糖類 這最快的 對 所以我們把糖類變成葡萄糖 葡萄糖就可以給我的大腦使用啦 給我的肌肉使用 一些能量的來源 對 那如果說這個葡萄糖 我們大概燃燒大概8個小時 它就會燃燒完 用完了 對 用完了 就是你身體 就是你吃進去的 跟身體的儲存都用完了 嗯 那身體 它一定要活下去嘛 所以它開始燃燒脂肪 喔 就開始 脂肪才是第二步 對 那脂肪是第二步 就跟油電車概念是一樣的 對 你可以很順利的 你把燃燒糖類的這個系統 變成燃燒脂肪的系統 嗯 對 但糖尿病患就沒辦法 因為糖尿病患 它只能燃燒糖類 它不能燃燒 對 它燃燒 它沒辦法 它不太能夠燃燒脂肪 這塊 所以說它如果說只要一不吃東西 它就開始低血糖 嗯 對 就開始會不舒服 可能會昏迷之類的 所以糖尿病患 呃 要執行168斷食的東西 可能是有點危險的事情 嗯 對對對 但是一般人的話倒是沒有問題 嗯 對 那剛好講到糖尿病患者 不太適合使用168斷食 那還有其他的患者不太適用這種斷食法嗎 嗯 其實在國外它的研究對象都是18到65歲 18到65歲 對 這中間 認識蠻廣的 對 這中間的成年人 那它沒有特別的慢性病 可能沒有糖尿病 嗯 然後可能也沒有在做化療 嗯 對之類的這些 這些健康的成年人 嗯 那當然你青少年跟孕婦不建議嘛 因為孕婦他需要大量的營養 對來來來治癢自己的自己的寶寶嘛 對 那青少年正在發育階段 也不適合做斷食 對 對那 那有人就問說 那那銀髮族可以斷食嗎 對 那其實也有一些國外研究在做多 在做銀髮族斷食的東西 嗯 因為斷食有研究說可以延緩老化 嗯 對因為身體可能在 因為身體飢餓它需要 因為它需要一個機器嘛 它會自救的 那它會把一些老肺細胞吞噬掉 換取能量 嗯 所以它可以把一些壞掉 壞掉或不好的細胞 就是把它去除掉 那可以有延緩老化的效果 那有一些專家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你自己的銀髮族 那你沒有特別的一些疾病 那你平常又有一些運動習慣 也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還有生活型態 那其實你可以不妨 你可以嘗試一下斷食 對那其他的部分 像是糖尿病患就比較不建議 因為糖尿病患 剛才講到說 它比較容易有低血糖的問題 再加上說它可能 因為有一些糖尿病患 可能還會再搭配 呃 抗血 就是降血糖的藥物 嗯 那你不吃血 你不吃東西 又降血糖 這樣之後血糖就更低 更低了 那就可能產生危險 嗯 所以還是要審慎評估一下 自己的狀況 或許你想要嘗試這個 飲食法之前 是可以去諮詢一下醫生 專業的建議 然後其實在168 算是第二個進階版的斷食 對不對 其實在168之前 如果你想要嘗試 間歇性斷食飲食法的話 你還可以先試試看一個 叫做五二氫斷食 那五二是什麼 五二氫斷食其實就是 我覺得它 雖然很多人說 它是一個比較入門階級的 嗯 斷食它就是一個禮拜五天 就隨便你就是 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隨便吃 用天數來算 但是你之後 但是當中 但是一天嘛 就是一個禮拜五七天嘛 五天隨便吃 那另外兩天你就 只吃五百大卡 但是呢 這個你還要算五百大卡 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麻煩 因為五百大卡 大概 大概 我覺得大概就是 大概半碗到一碗飯的熱量 對因為我們剛剛討論過 男生一天大概是兩千五百卡 女生大概是兩千 所以其實男生只能吃五分之一 對 的 有夠少耶 這幾乎等於不吃的意思 對 這也等於不吃了 我覺得說 那 因為一六八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你就不用去算 你熱量到底吃進了多少 那假如算 你就管時間就好 對 那五二還要去管說 啊我還要 我今天到底吃了幾卡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有點麻煩的 對對對 不過五二比較適合是 初次嘗試斷食 因為 就是一個禮拜宣量 對我只要來兩天來 來控管我的飲食就可以了 剩下五天 我一樣就是規律的 可能吃在兩百五左右 兩千五左右 兩千五以內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聊到的 一六八斷食 再來另一種的話 就是所謂的隔日斷食 就是顧名思義就是 一天吃一天不吃 一天七天不吃嗎 對對對 等於一個禮拜從兩天變三天 對就做仙的意思 做仙 吸空氣 那你哥吧 對 生酮免食到時候 每月變隔日斷食 對啊 這其實一六八 或者是這種 這種斷食 如果說你再搭配其他 像是現在很多人 他流行在做低醣 就是我澱粉吃少一點 喔有 這種的 呃 它的效果 有些減重效果非常好 可是這樣的話 如果我搭配了 一六八或斷食法 我在用生酮的話 這樣會不會 對我吸收的營養素 又會太低呢 這等於說 你剩下八個小時 你要好好吃東西 所以八小時的選擇 也是很重要 對對對 也不是說 隨便吃 我全部都吃漢堡 全部都吃披薩 你一開始是不是這樣 我那時候本來想說 這樣可能反而會胖起來 我那時候本來想說 哇一六八說八可以盡量吃 好我就盡量吃 我從八的第一個小時 吃到八的最後一個小時 這樣子 一天吃八餐 但其實也不是 你還是要規律的在 對對對 男生的兩千五 女生的兩千之間 或是更是 就吃更少這樣子 還有均衡營養素 也是很重要 而且 而且我們會跟大家說 呃 那十六個小時我肚子餓 對啊 對可以怎麼辦 對 那第一個做法 第一個其實前提就是說 你那八個小時 你要吃對的東西 那有哪些選擇是會建議 在這八個小時之內 我們可以 攝取的一些養分 就漢堡就不建議啦 對 漢堡跟薯材就不建議啦 偶爾 你確定是偶爾嗎 偶爾 偶爾不吃 對 因為其實這種漢堡 漢堡麵包這種東西 它就是比較 精緻的澱粉 精緻的澱粉 那精緻的澱粉 其實到胃裡面 很快就被消化吸收掉了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 營養價 它完全沒有延緩你飢餓的效果 對 所以你要吃就是吃 吃 肉 蛋白質 蛋白質跟油脂 喔 健康的油脂 對 因為油脂在胃排控是最慢的 喔 對 它 因為身體比較難 直接去消化油脂的東西 對 然後它可以讓你 不會餓得那麼快 然後再想說 你不要吃麵包啊 不要吃什麼 碗粿啊 這種 精緻的澱粉 你可以吃個 吃個地瓜 嗯 吃個兩條地瓜 吃個或吃個馬鈴薯 比較低GI的東西 對這種圓形的東西 就是它裡面還有膳食纖維 對 它可以延緩你肚子餓的時間 像有些米飯跟麵 也是會選擇飯嘛 因為飯比較是圓形 麵就是加工過的 對 所以吃飯類 然後選擇可能有時候吃糙米 對 或者是加點 加點黃豆啊 在裡面這樣子 其實都可以延緩你的飢餓感 喔 我有發現吃蛋白質 真的比較不容易餓欸 對 我有的時候早上就只有吃兩顆茶葉蛋 我可以撐到中午都不會覺得噁 沒錯 就是會要選擇 但如果我吃了一個大麵包 我可能11點肚子又在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你麵包下去之後 它是精緻澱粉嘛 你的血糖會直接往上衝 然後就開始很想睡覺 對往上衝 然後又往上衝上去之後 它一定會往下跑嘛 那往下跑的過程就開始肚子餓 然後開始想睡覺 一個很動盪的波動 但是蛋白質基本上不太會引起血糖的波動 所以說它可以穩穩的這樣子 你不會肚子餓 但是血糖也不會升太高 你就不會有快速接或是很累的那種感覺 那我想問蛋白質的選擇 通常很多人就是在減肥的時候 可能會吃到雞胸肉 那如果雞胸肉以外我可以吃一些其他的嗎 可能像豬肉選擇的話 選擇可能比較沒有那麽油脂的 還是其實我可以吃稍微帶一點點油脂的肉呢 你可以帶一點油脂沒關係 就不用吃到全部都是雞胸 對 因為家裡油脂其實它的保質感更夠 對那如果其他的像是肉類的話 像是剛才雞胸肉嘛 那其他的可以喝豆漿 或是說你可以吃一點我想看喔 蛋白質的話 梅花肉或是魚類的話 魚類也可以 鯊魚 對那不要那松板就太肥了 喔松板太肥了 因為台灣松板跟國外松板不一樣 台灣松板就是很 很肥 對對對油脂量很夠 對松板它是 我聽過它是頸部這邊的肉 對豬頸肉 對但是國外松板不是 它國外松板好像是類似 不忘記在哪裡 但是國外松板就不會那麼油 比較柴一點 對在台灣松板就非常的油 對對對 熱量會效果比較高一點 也要選擇 原來台灣松板比較油 國外松板比較油 所以其實你也不要覺得是 對不要覺得台灣松板 就是一樣是松板肉 也要去注意這個油脂的攝取 不然你怎麼吃 你吃錯了 你的168斷食其實還是沒有用的 沒錯 剛剛有網友在分享說 他們有一個168斷食的社團 竟然做到100小時的斷食 100小時幾天啊 好驚人喔 100小時是幾天 一天24小時的話 四 數學題 三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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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是96小時 四天多 這樣比 這樣比那個 雞二三十的三倍還要多欸 好厲害 但其實啊 我們這是訪問專家 有專家說 其實如果說你只要 168完之後 嗯 就可以往上開始時間 空腹時間就開始往上 往上疊 變成177 呃 對或者是186 186 對那 有專家到最後變成是 24 呃變480的 喔然後就會變成隔日斷食的意思了 沒有就是480就兩天都不止了 兩天都 然後他就覺得 因為他覺得說 因為其實這種飢餓感你過之話 其實他就覺得 好像也都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了 這樣他也不會覺得餓了 這樣不會太偏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偏激 因為你身上沒有任何的可能 熱量 蔬菜的攝取 或者是 水果的攝取 還在喝水 還在多喝水 喔對 還在多喝水 對還在多喝水 多喝水真的還在 多喝水超重要的 對還在多喝水 那剛剛也有提到說 像剛剛是糖尿病在吃藥的人 糖尿病不適合用168嘛 那假如說我在吃藥 我可能會需要三餐飯 或是三餐飯後進食 那168 因為而且又不能空腹吃藥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必須要怎麼樣來 邊吃藥邊實施168 還是說 吃藥就不建議實施168 或是斷食法這一類的 吃藥 如果說是以感冒藥來講 因為感冒大家最常吃嘛 那如果說 你其他的藥 如果說你其他藥 可能像是 降血糖尿病就不建議 這168 那時候有些藥 可能是你去 可能要跟 跟著油脂一起吃的 對 那就不建議168了 對 如果是抗生素 如果正在吃抗生素 抗生素我覺得還好 對 這樣如果說 真的像感冒 又或抗生素 這東西 像是現在很多 醫 診所 很喜歡開胃藥這種東西 對 那胃藥就是讓你就是 可能你避免你有時候空腹吃藥的時候 你就肚子不舒服 就是搭配著藥一起吃 對 所以說 我之前也 也是因為有感冒過 然後我就 我覺得 我也是168 那時候168想說到底可不可以 空腹吃藥 後來醫生跟他幫我開胃藥之後 我也覺得 所以好像吃下去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 對 其實如果說 醫生有幫你開胃藥 那其實你還是可以去執行168 但不過這一塊呢 就是你在用藥的時候 如果你要 你要吃藥 又要實施168的話 會建議說 你先詢問醫生 說你今天吃 醫生開給你這個藥 適不適合搭配你的斷食法 那如果醫生覺得OK 沒有問題 那你再繼續實斷食法 如果醫生覺得不OK的話 那我覺得斷食法 可以先稍微暫緩一下 可是身體健康比較重要 對 先把身體養起來比較重要一點 對 所以你說你自己也有嘗試過168 有啊 多久時間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 身體有 到現在嗎 對啊 我現在早上沒有吃啊 所以一個月前 你開始嘗試了168 是為了做這個嗎 也不是 那時候覺得我很胖啦 哪裡 那時候覺得我很胖 哪裡 哪裡 你在他旁邊說 然後呢 這一個月來 你是怎麼吃的 一個月喔 因為其實我是168搭配 搭配就是少吃澱粉那件事情 我就早餐都不吃嘛 就喝水或喝黑咖啡 對 那中午就正常吃 就是你吃飯吃麵什麼都可以 那下午如果肚子的就吃點 下午我就亂吃啦 下午就基本上我就反正 我就什麼紅豆湯啊 公司有什麼甜點或什麼的 豆花湯有朋友都吃就對了 然後晚上我就只吃菜跟肉 不吃澱粉 好餓喔 對 所以你幾點開始吃 我大概 中午就我中中午可以吃嘛 12點開始吃 12到8 12到8 我就大概7點半 以前一定要吃 7點半吃完晚餐這樣子 對然後 之後到隔天就都不吃東西 對 哇 但你這樣早上起來會不會 你身體的狀態跟感覺是什麼 是很餓嗎 其實不會餓欸 真的不會餓嗎 其實不會餓 真的不會餓 就是你 我覺得以前大家都覺得說 你早上要吃得很像皇帝 要吃得很早 不是說要吃早餐 對 中午吃得好 晚上吃少 對然後才會有健康 才會健康 才會控制血糖 才會有精神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 因人而異 對我覺得是個迷思 因為其實早上 如果說你真的 像我是記者 我可能早上有忙忙採訪 或兩位 可能早上一開始就要開會了 你根本沒有時間 想說你要好好吃東西 對 早上都亂吞啊 早上都亂吞 對你亂吞個 你亂吞個什麼 什麼什麼 吐司啊 果醬吐司啊 反而這樣 這樣可能更不健康 對 對啊 那這樣到不如你就不吃 那不吃你就 反正你也不會餓嘛 你就不用 你也不用強迫自己要吃東西 你到中午就好 再好好吃 而且 有些人會說 那我早上不吃 我很餓 我中午會不會吃 更多 那其實 有研究說 即使你中午 假如你早上吃了 300大卡好了 300大卡你省下來了 你中午 你即使再多吃也不會多吃300大卡 等於是你的扣打 把早餐的扣打拿來中午 下午晚上吃 但是你那300大卡 但是你300大卡 你中午也不會吃到那麼多 對 其實你食量也是有限的 對所以中午可能只 多吃了200大卡 所以你還少吃100大卡 喔 還是瘦了100大卡 開始在 小惡魔跟小天使說 餓了吧 該吃了吧 要不要來個雞排啊 因為很常有時候是 你原本很餓 就是嘴殘 可是你忍一下之後 開始就 對就過了 對就過了 然後就不餓了 可能那段時間呢 可能就多攝取水分 或者是有些人說 去刷牙 對 刷牙 去刷牙就不想吃東西了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喝點 黑咖啡或者是綠茶這種東西 所以除了水以外 咖啡跟水是 咖啡跟綠茶這一類的 是可以喝的 就是沒有熱量的東西都可以喝 無糖豆漿 豆漿不行 豆漿有 豆有熱量 因為它 對它有熱量 那你就茶 咖啡 或者是 氣泡水 喔就是 啊 因為氣泡水會讓你覺得 好像你有吃東西 對 會脹上的 那 不要喝檸檬汁 不要喝檸檬汁 檸檬水 可以 就是檸檬水 就是你把檸檬 那個檸檬皮 可能消一消 放在水裡面 讓它有點味道就OK 那如果說你是檸檬 榨成汁 然後兌水把它喝這樣子 這樣血糖會 我覺得胃很痛 血糖會爆高 就其實會有 類似很像果汁的概念嗎 對對 像血糖會爆高 喔 對 這樣反而不對 喔原來如此 對對對 但也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在實施這些斷食法的時候 也要來 你也要先看一下 你身體的狀況 嗯 是不是適合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五二斷食啊 168斷食 或者是隔日的斷食 這一些的 你必須要評估好 你自己的身體 再進行這些斷食 不然的話 其實對身體 其實是一種傷害 是沒錯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是10點27分 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繼續 去跟康建雜誌的魏晨 聊聊間歇性斷食完勝手冊 歡迎回到生活同樂會 我是沃猴 我是胖小子 今天我們現場訪問到的是 康建雜誌的記者 陳魏晨 你好 好 對 那我們剛剛也聊到了 三種斷食法嘛 就是五二斷食 168斷食 跟隔日斷食 然後也講了一些 就是說 168為什麼是16跟8 然後該吃些什麼東西 然後有什麼東西不能吃 什麼東西該吃 的一些 嗯 建議 對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聊一些 迷思的部分 嗯 對 那 有些人會說 如果你在斷食的話 你的肌肉量會下降 反而對身體不好 真的嗎 這個是真的嗎 嗯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就是你在消耗過程中 是肌肉一定會掉 嗯 就不然是任何的斷食 或者你在減肥過程中 肌肉一定會掉 但是要 但是要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 蛋白質的東西是非 這對身體來講 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 能量來源 蛋白質是身體的 不好的能量來源 對 因為蛋白 因為蛋白質 每顆只能提供四大卡而已 嗯 對 所以對身體來源 它是一個非常沒有效率的能源 嗯 所以說 身體在餓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去消耗肌肉 它就會從開始 開始去 把你身體裡面的 存在肌肉裡面的 糖啊 其他肝臟裡面的糖 全部先消耗掉之後 掉之後 都不見了 對 才會開始弄你的肌肉 哦 對 那當然你斷食 或是減肥 一定會掉肌肉 這是一定的事情 嗯 對 但是 你想的是說 那今天你掉肌肉的速度 跟掉體脂的速度 哪個是比較快的 哦 照理說應該是 體脂要先降比較多 對照理說理想狀態是 體脂會掉得比肌肉還要快 嗯 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肌肉掉得比體脂還快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開始想說 你是不是那8小時 你沒有吃夠蛋白質 哦 所以要吃足夠蛋白質 對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搭配運動 哦 對對對 就是說 不管是任何的飲食法啦 對 一定會掉肌肉 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說你必須要 額外去搭配更多的蛋白質 跟搭配額外的運動 嗯 對 那蛋白質現在就是 就是如果說你在 在就是斷食的話 可能一公斤要吃到1.2克 對 那看看就是說 體重的一公斤 對 那如果說假如說一個人60公斤的話 那可能一天就要吃到72克 72克 對那可能就自己算一下說 欸 因為現在超商的肌胸肉 它都有 都會標注 就看說你一天大概要吃多少 蛋白質這樣子 而且我之前朋友也有在實施 像斷食或者是體態的維持 就會下載那種APP 有些APP就是你可以計算說 我今天吃了一個 我今天吃了兩顆蛋 然後他會馬上幫你計算說 大概是多少 蛋白質 多少蛋白質 你吃了多少蛋白質 對其實這樣還蠻方便的 那剛剛有講到說要搭配運動 那有人會說 因為在運動完的兩個小時之內 最好要補充蛋白質 那我會需要把我的運動時間 把它拉到我的可以吃東西的時間之內 就這八小時之內 需要做這樣的調整嗎 要說現代人啊 願意去運動願意去重訓就阿彌陀佛了 好熟悉喔 我怎麼會不會運動呢 真是的 這是第一點嘛 所以專家就覺得說 你今天只要願意去運動願意重訓 就90分了 對那以往的說 好我們運動後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要補充蛋白質跟糖跟澱粉 所以可能會吃香蕉或吃地瓜或吃 水煮蛋 對這些東西來讓你的組織修復 那這就是加分效果 就是可能讓你的90變95分 對那其實你有重訓 就已經有達到你分積跟健康的效果的目的了 所以其實他可以不用算在168 其實你就不用特別說 你要為了168去改變你的運動的型態 或改變你的運動時間 哦 對那有些會說 那我運動 如果說我不吃東西 我運動會不會滴血糖這種事情 嗯 對那其實 如果說你健康的人啊 除非你是做一個小時以上的那種馬拉松 超巨烈運動 對一小 你才有可能滴血糖 如果說你今天可能是去弄個重訓 半個小時 嗯 可能20分鐘重訓 20分鐘跑 健身跑 跑跑不羈 跑不羈 那可能頂多才40分鐘 嗯 那根本對你不會產生任何低血糖的 就低血糖的機率很低啦 嗯 對 所以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所以說專家是覺得說 你不用特別把你的運動的時間運動型態運動的內容 搭配你的1687是不用的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每個人生活步調是不太一樣的 你怎麼去搭配跟平衡 是 欸那我還想問 口香糖可以吃嗎 口香糖 因為有些人吃口香糖是會減緩他的飢餓感 對 那口香糖可以吃嗎 又或者是說 哪些口香糖的選擇才是對的 嗯 口香糖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 那你可以吃那種 因為現在有很多像什麼 雞里頭木糖醇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它不會被身體吸收 對它就是一個甜味 它不會被身體吸收 所以它幾乎沒有熱量 對它是可以吃的 但是 怎麼講呢 因為有些人 越嚼越想吃東西 對 我會欸 我只要咬口香糖 我就會很快肚子很餓 我不一樣 我咬口香糖會有點飽 是不是我身體以為我在吃東西 在很快速的消化 喔 所以你必須要攝取更多的東西 對 我只要吃太飽 我就會來一顆口香糖 結果等一下就很快消化 喔 所以也是要找 就是像你說的雞里頭木糖醇這種 對這種 喔 所以如果我要去看那個成分表的話 需要是找這一種的 對 其實基本上現在大部分的口香糖 差不多都是這種成分 因為也要提供給 可能糖尿病患者 也可以吃的口香糖 然後口香糖是可以吃的 對 但是有些會覺得說 你會越嚼越想吃東西 那像你如果說你嚼了 你會覺得說 那我就不想吃東西 那可以 對 但是有些會覺得 越嚼越想吃 那可能就 要選擇一下 就可不適合這樣子 了解 那這一次的康念雜誌的 間歇性斷食完勝手冊裡面 其實也訪問多了 蠻多的素人 對 沒錯 那在訪問素人之間 有沒有一些 比較 你看到他們變化差異最大的 對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有一個他 他 其實這些素人都是我同事 喔都是同事 所以不是找同事一起 對他們他們覺得說 他們反正有這個企劃嘛 原來素人都是同事 因為會互相克制說 就是 欸你現在不敢吃吧 然後因為有時候最麻煩是你看到同事在吃下午茶 或是同事在 因為剛網友也有說 就是家人最喜歡在自己做斷食的時候 去吃大餐或是要來吃什麼的 買個雞排香噴噴在你的旁邊啃 對 然後所以如果帶著家人或同事一起吃 一起進行168斷食的話 就是一個 大家一起凝結向心力的感覺 新辦公室運動 對 對 那你剛剛說到就是 有同事們 有同事他瘦蠻多的 像他瘦了大概有幾公斤看一下 沒有忘記 誰 坐後面 瘦3公斤多 就是21天而已 所以你們是以21天來看 三個禮拜 對對對 然後有一些 然後有一個 有一位同事他說他是 喜歡小酌的人 喔 對然後為了這個168他就 下午才開始吃飯 然後吃到晚上 對就不小酌了這樣子 喔是不小酌 對後來就說 喔他很痛苦 說喔為什麼這個168 然後他就會喝酒的人 那他就說 好痛苦就不能喝 喔我以為是把時間全部玩 對啊 我們不能喝 然後到10點 然後可能晚上 什麼12 下午2點才能吃 下午2點吃 然後吃到晚上10點 然後就是可以順便小酌 邊吃邊吃 我以為是這樣 沒想到對不起我想錯 他直接把小酌戒掉 對 順便戒酒欸 對 好像越來越健康了 你們辦公室 那所以他們這些同事們 是21天之後 還有在繼續實施嗎 還是說 呃 我據我所知的話 那據我所知的話 是那個 受罪多人有在繼續做 喔因為覺得 有成就感 對有成就感 對對對 那像搭配168斷食 假如說 我做了 一個禮拜了 那我中間如果斷掉一天的話 我的 像我的這些功勞 會全部 徒勞無功嗎 也不會啦 因為 呃 減肥這件事情嘛 它就是一個 賣長的路 它就常跑 對 對 那你中間觸垂 像有時候那個 反正 難免會有大小聚餐嘛 喔對 聚餐 對啊 12月到了 對啊 一定會尾牙嘛 如果大家要配合你168 都不吃尾牙 這不是怪嗎 或是6點就吃尾牙 7點半以前一定要吃完 對啊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嘛 嗯 就是說你中間 觸垂個一兩次 那是OK 反正你就觸垂完之後 隔著再去做你的168 喔 對 但是也不要 也不要讓自己覺得說 啊 反正我可以觸垂 然後就一直觸垂 這樣也不對 你也不然觸垂了4天 也是也是 對對對 欸 那因為我在實施168會有個問題 就想說好 假如說我今天要吃尾牙 我可能就會假如說好 我是7點吃尾牙 我預計我會吃到9點 那我可能今天的168斷食 我就會從1點開始吃 這樣子時間的變換 就是每一天的那個8小時 不太一樣時間 這樣子的話是好的嗎 還是 如果說那天真的確定要聚餐的話 那天你就 就直接放掉 就休息一天吧 就休息一天 就休息一天吧 對就休息一天吧 對 因為其實有一次 有一個技術就是說 他會習慣你 吃東西的時間 就像有一個醫師他說 他 他早上都不吃東西 對 然後晚上他習慣 吃比較豐盛一點 對 那他就 他自己做一個實驗 他說好 那我今天我都 我今天 午餐加下午茶 對加下午茶加宵夜 我都只吃 對我都只吃100克的白飯 對看 也是剛剛的 我們的一天只有500 對 對 因為100克白飯大概就是400卡左右 對 對400卡左右 那他就測試 好那我就 我都這樣吃看我血糖有什麼變化 結果後來發現他早上 因為他早上身體習慣 他早上不吃東西 所以說他早上吃100克飯下去之後 發現他血糖飆高 因為他平常沒有這個習慣 突然增加了400克的澱粉的份量 對 但是他晚上 但是他晚餐的時候吃100克反而血糖沒有飆 因為習慣了 對習慣了 對 這是時間點的問題 對 所以身體你吃下去 就身體可能他被打得措手不及 嗯 他必須要一次分泌很多胰島素來壓這個血糖 對 所以說168就是想說 那就是說你就可能就是 你就盡量的就是你就固定那些時間不吃東西 不然的話你血糖會一直這樣 那身體會覺得說 欸 習慣了你到底是要 想要怎樣 你要我怎樣 我現在到底是要怎樣 對 像你現在我怎樣這樣的感覺 對 身體會不斷跟你對話 對 了解 那想問問一下 為什麼在進行168說 你有沒有一些小技巧 對啊 比如說我真的這8小時以外的時間好餓 我餓到受不了 但是我又不能吃 比如說有熱量的東西還是什麼 那我應該 比如說像剛剛說 嚼口香糖 刷牙 或是我還可以另外 把什麼東西放到嘴巴裡面比較好 呵呵呵 這樣有點奇怪 喝咖啡可以啦 咖啡 喝咖啡 喝咖啡有一些研究說 它可以幫 它有一些些 染指的效果 對 然後也有 然後也可以讓你 就是食慾下降這樣子 所以喝咖啡 如果除非是你空腹 喝咖啡不會肚子痛 可以這樣做 那 如果說喝咖啡 肚子痛 空腹喝咖啡會肚子痛 那就不建議 那 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吃一點蒟蒻這種東西 蒟蒻 蒟蒻沒有熱量 對 它有飽足感 對蒟蒻 含天 對之類的東西 但要特別選沒有熱量 不要去買那種 有味道的 就是裡面有那種 聖叉叉的那種蒟蒻 噢 不動啊 蒟蒻 那個太甜了啦 對那個不行 很燙 不要去超市買那種蒟蒻啊 含天啊 這些類型的 你可能用熱水稍微泡一下 讓黏液泡走之後 你就可以當宵夜這樣吃 我看到你們裡面還有寫鹽跟大骨湯 對 大骨湯可以 大骨湯如果說你 它就是 基本上它就是油脂跟蛋白質嘛 對那 如果你真的很餓的話 那你就只能兩箱 其害取其輕嘛 那你就想說 你就不要吃澱粉類的東西 那你就吃點蛋白質跟脂肪 這種比較不會讓血糖波動的營養下去 這樣子 對對對 那 鹽的話是因為 有一些人 有一些研究說 你肚子其實你不是肚子 你只是缺水 缺水還吃鹽的話這樣子 對缺水 那你鹽然後加水裡面去 哦 加在水裡面 對對對 就是你 你補充鹽分 你補充水分 嗯 然後你願意斷食過充 你可能會流失一些電解質 嗯 那你就順便把 用鹽把電解質也補回來了 所以其實喝運動飲料也可以對不對 那有糖在裡面啊 哦 好嚴格 哦 所以就直接加單純的鹽巴在裡面 鹽水 喝鹽水 對對對 喝點鹽水就是 就是加一點就好了 一點點的 不要喝到覺得很難喝 用湯匙來挖 對對對 不要這樣 那還有像堅果 堅果剛剛也是道理就是說 因為堅果那邊還有 油脂 它好油嘛 好油 那好油基本上它會讓你有飽足感 然後又不讓你的血糖有波動 但它的分量要怎麼抓 我必須要抓多少的分量 一天的話 就是不要超過一個手掌 一個手掌 這樣子哦 他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哦 沒有沒有包含手指 就是手心 手心這樣手心這樣子的油 就手心這樣子 就手心這樣子 因為你吃它就還是會胖啦 哦 就是手心的範圍的 對對對 它還是油嘛 吃它都還是會胖 哦 那堅果 堅果其實有分核桃 或者是那些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吃都可以吃 它裡面只是 好油 主要是好油 Omega 3 3跟9吧 對那其他都是其他 它有一些蛋白質啦 或者有一些微量元素在裡面這樣子 對那 堅果就是可以吃的不要吃太多 嗯 對 那氣泡水的話 應該講說 氣泡水它可以有一些 飽足感嘛 對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個研究 它氣泡水可能會讓你吃更多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 嗯 為什麼 最近才看到 可是我寫這個的時候還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要看就是你個人 像你吃口香糖 你會覺得說 我會餓 對 然後像 碰碰我吃口香糖 我就覺得是飽的 但有些人會覺得 喝氣泡水會飽足感 有些人會覺得 哦 喝氣泡水就是想說在喝可樂一樣 要配更多東西 對 開胃了 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像這種斷食法 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就是要因人而異 然後來選擇 然後來做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減重計畫 或者是想要吃什麼 不妨可以先跟醫師稍微討論一下說 最適合自己的斷食法是什麼 再去實施 避免傷身啦 然後用美麥減肥 要找到屬於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沒錯 然後你們是不是還有找一些中醫 來教大家如何延緩你的飢餓感 有一些穴道可以來按喔 哦 中醫的話 嗯 中醫的話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旁邊這邊 嘴巴旁邊兩邊 嘴巴旁邊 嘴角 嘴角兩端 對 這個叫做地倉穴 對就是得按一下 輕輕往上推 對就是它可以抑制你的食慾啦 然後並旋轉畫圈30秒 持續做三次 嗯 可以抑制食慾這樣子 然後大家在錄音節裡面 然後就開始 你以為就會常常看到我在這樣 就講到身邊很奇怪 就大家都要按摩嘴巴 它會按地倉穴 哦 那除了這個地倉穴之外 它的耳朵啦 耳朵就是 就是外面這個 耳朵外面不是有塊小骨頭嗎 哦對 的 裡面凹進去的地方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點 是可以按的 凹進去的地方 有兩個點是不是 就是你 在凸出來的地方叫肌點 對就是 在凹進去的地方叫胃點 對沒有 這肌頭 就是耳朵這邊 耳骨這邊嘛 就是凸出來的 然後它這邊有一塊 前面這邊有一塊凹下去的地方 對 前面有一塊凹下去的地方 這邊有一塊凹下去的地方 哦 對對對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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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裡 哦 有有有有 就是你打開嘴巴會凹進去那個 對那個 打開 打開嘴巴 你摸耳骨這邊會凹進去的地方 給它按一下 這地方就是肌點 對然後胃點就是你 你就是耳朵 耳朵裡面這邊有一塊嘛 對 就這邊這個 就是 你的耳道的上面那一層 對對對 耳道上面這一層 你可以按一下這樣子 這個叫胃點 對 然後就是 就加減按一下 加減按一下 對 肚子餓的時候按一下 有按剩沒按 對對對 像肌點的話呢 它有抑制食慾 跟阻止飢餓訊息傳遞的作用 那胃點的話呢 就是它可以促進消化酶的分泌 然後減少腹部的脂肪 所以其實如果你沒事可以就是暗暗你的地倉穴 然後暗暗你的耳穴 這些來稍微減緩一下 別人在辦公室沒事 對沒事嘛 你也稍微按一下或什麼的 對 減少一下自己的飢餓感啦 對 然後來搭配你的六八 等一下出去看到 大家都一直在那邊按那塊 對 然後就是 在按那個嘴角兩刀這樣子 對 還可以喝個滿足茶喔 對 那滿足茶就是 呃 材料就是 和手屋嘛 這個合手屋 山楂 絕咪子 丁香跟肉桂 那 嗯 基本上就是它就是一個 嗯 怎麼講 合下去會有飽足感的東西 會讓你的胃暖暖的 對對對對對 那基本上 其實呢 促進血液循環 對 其實基本上 中藥對於 對於斷食其實是沒有太大的一些禁忌啦 因為其他也沒有什麼澱粉 對對對 那 蛋白質 除非有一些藥材 像是商科的藥材 就疊打筍上面要吃的 像什麼紅花啦 傳奇啦 這種東西可能有些人 空腹吃了會傷胃 我也會不舒服 那這就是可以跟醫生問一下說 那如果說我在斷食 那就是說有需要開這些藥的話 有沒有需要就說 我搭配其他的藥來一起吃這樣子 嗯 了解 以上那些方法就提供給大家 如果你想要嘗試 間歇性斷食的話 可以不妨參考一下 這一期的康劍雜誌提供給大家 間歇性斷食的完勝手冊 今天謝謝魏晨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可以幫我們這一小時 謝謝 謝謝 謝謝廣告 待會再回來 有人留言說 胖小子是不是也瘦了 所以168有用了嗎 有嗎 希望是有用啦 對啊很多人都有嘗試過168 最簡單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是不吃早餐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次康獻雜誌出的這個Cover story 的話我覺得推薦大家去看 裡面真的是非常詳細的資訊 不管是各種斷食 五二斷食 168斷食 隔日斷食 這一類的 蠻詳細的 而且他的一些迷思 也有一些實際的故事 對實際故事或者是迷思 可以幫大家去解惑 耶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囉 順利解決這個小事 謝謝魏晨陪伴我們到最後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生活童話會明天見 掰掰 掰掰